彩雲村風窄樓強制檢測期限 上個星期四屆滿 由於污水讓本檢測持續呈陽性 當局要求居民再做第二次檢測 彩雲村風窄樓今天起 一連三日有流動採養亭被居民做檢測 早上10時開始運作 已經有居民排隊 有保安員將強制檢測通告 放入居民的信箱 渠務署也派人到場檢查和清潔喉管 有居民認為再做檢測很麻煩 也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加強檢查喉管 最好是比較安心 最好是入居民的檢查